朱立倫讓大家失望 我們失敗了 國民黨敗選 我們努力不夠 我們辜負了所有選民的期待 我們辜負了對中華民國的責任 對不起 抱歉 對不起 對不起大家 很抱歉 國民黨總統候選人帶著副手王如璇 妻子高婉歉 以及競選團隊臉色民眾 向支持者聲聲異舉功 承認敗選並辭去黨主席 我責無旁貸 我要負起最大的責任 各位好朋友 朱立倫 對不起大家 加油 我即刻宣佈 持去黨主席的職務 各位 我是黃副錦黨部主任委員 我有話要講 朱立倫主席不能辭 中國國民黨從去年元月份 才開始改革 改革需要有領導人 朱主席不能辭 對不對 謝謝 謝謝 謝謝主委 來 台下支持者也大喊不同意 十六號晚間 朱立倫共七度鞠躬向支持者和競選幹部致歉 認為國民黨這次從中央到國會全面落敗 是因為已經和選民脫節 未來需要深刻反省 扎根基層 朱立倫也強調 藍營未來在國會將扮演監督者角色 臺北市採訪報導